第十二集 我给对方发了一封邮件 情况继续变化 需等到子时 让那人继续等一等 这样的话 这个人子时的时候 一定会等在电脑边上 如果能找到 我就能破门而入抓个现行 对方一直没有回信 我一直等到天完全黑下来 便让我同学用布 包着手电筒开工 三叔的家 其实是一栋老式农民房改造的 所有的线路都是明线 但是三叔为了安全 在地面上加了一层 我朋友小心翼翼地 把地板撬开后 敲破保护线外面的保护壳 把电线扯了出来 我跑到二楼 看房顶上的外接电线 哪一根被扯动 然后一路找下来 发现这根电线 又直接连到了屋子外面 我把固定这根电线的 所有锚钉全部拔掉 继续让我同学抽动 再到一楼 我们跟着这根电线一路往前走 就来到了院子里 接着我们就看到电线直接往下走 一路通到了地下 我心中奇怪 三叔的院子不大 也就六七平方米 那一束电线有四五根 全都是在墙壁的防岩下走 只有这一根电线是往地下走的 地面上堆满了凌乱的盆栽 足有十几盆 我和朋友小心翼翼地 一盆一盆地搬开 我惊讶地看到了一个印井盖 电线一路往下 竟然通到了这个印井里 我从来不知道三叔家里还有这个东西 印井盖上有一个提手 我上去提了一下 发现可以提动 里面一片漆黑 我心就掉了起来 有门啊 我吸了口气 就对我的同学说 行了 到这儿就行了吧 把他支走之后 我立即就去屋里拿了手电 来到印井盖前 深吸了一口气 拉起来就往下照 我看到了一顿铁皮梯子 里面很黑 但能看到最下面有水 真的是个印井 我想了一顿铁皮梯子 这盖子上全是窟窿 要是下雨肯定得往里灌 这电线肯定还得继续往下走一段 印井 印井非常小 我进去之后 几乎没有任何空隙让我转身 下去之后 下面是一个大概一米左右的立方空间 全是水和落叶 在左边 在左边还有一个只能靠爬行进入的洞口 我看着电线一路下去 直接连接到了这个洞口里 我用嘴巴咬住手电筒 爬进了这个洞口 一直往前爬 这种感觉让我又想起了爬道洞的时候 我心中很不舒服 咬牙坚持着 爬了六七米 终于爬完了通道 用手电一扫 我就发现 这个通道的尽头是一个房间 房间是架空的 地下的架子是铁和木头做的 水从架子下面流过去 架子和木头腐朽得很厉害 我踩上去 感觉像是踩在棉花上 架子上摆了几个书架 一张桌和一张床 桌子上面有一台电脑 一台录像机和一台电视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因为潮气霉变得很厉害 上面都有很多的霉斑 电线就通到这个房间里的这台电脑上 但是我没有看到任何人 那人还没回来 我愣了一下 摸了摸那台电脑 是凉的 刚才我进来的 那个井口的盖子上 压了那么多的盆栽 如果他要出去 必须移开那些盆栽 他不可能是从我进来的地方进出的 我打着手电 在房间里找了一圈 就发现在右边的墙上还有一个口子 水从我来的方向流进来 从这个口子流出去 我往口子里照了照 很深 没有人在里面 这他妈是谁呢 竟然有人生活在三叔家的下水道里 还是以这么一种隐秘的方式 还和三叔使用这种方式保持着联系 这他妈太诡异了 我把手电照向那几个书架 上面竟然全都是录像带 我的手开始颤抖起来 抽出来一盒 我发现书架上面所有的录像带 全都是有编号的 和我当时收到的那几盒一模一样 但是我抽出来时的感觉 有些不对 太轻了 打开一看 里面竟然是空的 我又拆了几盒 发现里面全都是空的 我心中压抑 为什么他要把空盒子放在这里呢 我冷静了一下 心中非常混乱 我要把所有的事情稍微理一下 三叔的屋子下面有个人 和三叔使用一种特别奇怪的方式保持着联系 三叔知道这个人在这里吗 我想不可能有人可以在三叔眼皮子底下 在三叔的房子下面做这么一个暗室 三叔肯定是知道的 甚至这个暗室里的一切本身就是三叔安排的 那么这个人在这个暗室里待了多少年呢 从这些木头和铁架子生锈的程度来看 这些东西显然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 我无法准确判断到底是多久 但是我觉得要达到这种老旧的程度 最起码要六七年时间 甚至上限可能要达到几十年 杭州虽然雨水比较多 但总体来说肯定是晴天和阴天占的比例更大 按照这种结构 这个下水管道一定不会常年有水 所以能腐蚀到这个程度 时间可能是非常长的 从这张床的样子来看 这人肯定是生活在这里的 我翻了翻床和被子都很干净 而且被子和床都很齐整 显然这个人虽然生活在这种环境下 但是依然保持着极度的自律 这个人一定是三叔计划中一个极其重要的人 甚至可能是最为核心的人物 否则不可能会以这样的形式存在 不过这个人现在去了哪儿呢 如果他必须待在这种地方 他不应该经常出去才对呀 这个人一定是一个不可以存在于世界上的人 所以才会用这种方式藏匿 这有点像安妮日记里的安妮当时住的暗格了 我坐下来揉了揉脸 听了听周围的动静 没听见什么动静 便打开了电脑 这台电脑和三叔的完全是一个型号的 电脑很平稳的开机运行着 很快就跳出和三叔电脑上一模一样的界面 我操作了几下 发现和三叔的电脑一样 里面几乎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立即就打开了邮件的软件 我看到了一个空白的列表 里面只有一封邮件 我点开 一下就发现 是我自己最后写的那一封 其他的 无论是收件箱还是发件箱 完全是空白的 我忽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站了起来 去看了床底下 打开了书架上所有的录像带盒子 翻看了录像机 这封最后的邮件证明 和我进行邮件往来的这个人 就是在这里收发邮件的 但是这里 什么都没有 如果是一个人藏匿在这里 不可能是这种状况 肯定会有更多生活的痕迹 要么这个人就是一个机器人 他除了收发邮件 处理信息之外 完全什么都不干 这绝对会让人疯掉的 如果是一个人住在这里的话 他绝对会疯掉的 我在这个斗室内不停地躲步 一边想是怎么回事 难道这里面不止一个房间吗 这也有可能 我心中想着 蹲下来 看了看另一边的口子 也许从这个口子爬过去 还有另外一个房间 里面全都是生活用品 甚至还有什么篮球场什么的 也许还会有充气娃娃 那人也许生活在另一个房间里 我深呼吸 蹲下来就钻了进去 这个管道更窄 我得缩着肚子 才能一点一点往里挤 挤了一半的时候 我就意识到 这个人肯定不会是一个大个子 如果是一个大个子 天天过这样的生活 我宁可死了算了 一路往前 又爬了大概十几米 前面忽然出现了光亮 我爬了出去 发现尽头并不是我想的另一个房间 而是一块木板 木板上面坑坑洼洼的全是孔洞 有光透进来 我推开木板 一下就发现 这里是一条暗像 所谓的暗像就是 以前造农民房的时候 两栋房子挨在一起 中间会形成一条非常狭窄的通道 两边是两栋房子的墙 这样的建筑结构非常不安全 因为盗贼可能踩着两边的墙一步一步的登上楼 所以很多居民干脆就把自己家的围墙和邻居家的围墙修得连起来 封死狭窄通道的两个路口 这样很快人们就会忘记了 自己的房子和邻居的房子之间还隔着一个非常狭窄的空间 这种结构被很多古董商所利用 很多时候这里用来摆放一些违禁品 这个暗像 人只能侧身通过 出来之后 几乎不可能再回到那个洞了 我侧身来到墙边上 那有几块可以借力的砖头 我踩着灯子上去 然后翻墙下去 下去就是三叔家的外墙 我看了看四周 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 只能灰溜溜的从正门回去 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在院子里走了一圈 摸了摸脑袋 如果是这样的结构的话 这说明地下的这个家伙应该是和我一样 从暗像出去了 那等一下 他怎么回来呀 难道还是从那翻墙回来 我心说这倒也行 我可以去暗像堵他 那地方那么狭窄 随便怎么 他都没有办法逃 但是我想了想 觉得还是在他房间里堵他更合适 我再次吓到那个印井里 到了那个房间 这一次 我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 我在椅子上坐下 集中注意力死死的盯住那个通道口 只要有任何东西从里边探出来 我就一下扑上去 把他按死 我不敢开手电 就在黑暗中静静地待着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都有点恍惚了 忽然听到有人说话 我一下就从恍惚的状态中冲了回来 一个机灵 立即屏住呼吸 向通道口的方向看去 那边 一片漆黑 我愣了一下 唤听啊 刚想完 又传来一声说话的声音 朋友 这个声音不知道是从房间的哪个角落传来的 我吓得几乎屁滚尿流 立即就打开了手电 像机关枪扫射的一样四处乱照 但是照了一圈发现 房间里还是什么人都没有 难道是在下水道里 我刚想去照照 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 打开电脑 我一个机灵 这一次我清晰地分辨出来 这声音是从天花板上传来的 那一瞬间我忽然就感觉 在这个房间的房顶似乎挂着什么东西 我立即抬头 就在那一瞬间 我甚至感觉天花板上挂了一大团头发 一定是之前几次把我们吓死的东西 所以我抬起头 一下看到上面用手电找出的影子的时候 浑身的鸡皮疙瘩全都起来了 同时整个人几乎条件反射的就往一边靠去 但是随即我就发现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上面只是一些水管和一盏吊灯 我觉得奇怪 仔细在天花板上扫了一圈 上面不可能有人 就在这一时 天花板上又传来了一个声音 我正在你的房间里说话 这个房间刚设计的时候 就专门设计了你的房间 和这间暗示的传音效果 好让我实时能够得到上面的动态 我立即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我靠 这样的话 我在上面和我同学拆卸电脑的过程 他妈的在这里全部都能听到 难怪他跑了 哎呀 我真笨啊 这么谨慎的人不可能会犯那么低级的错误 一定会有后招 三叔房间里所有的动静 全都被他监控着呢 我深吸了口气 就问他 你是谁 对方说 我知道你听得到我的声音 现在你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明确自己的处境 我封闭了你所在房间的两个出入口 你已经被困死在那个房间里了 声音在这种传播方式下显得特别沉闷 听不出具体的声音特征 我大声叫声音特征 我大声叫道 你是谁 你想干什么 你不是吴三星 你的出现证明他出现了问题 我必须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等你明确了你的处境 你可以用你面前的电脑来回答我提出的问题 我又叫了一声 忽然意识到不对 很可能我这里发出的声音 他是听不到的 只有单向的监听才是监听啊 否则不是变成电话了吗 我立即来到电脑边上 我知道这个人说的话不用去验证 出入口肯定是被封死了 难怪这里什么东西都没了 他听到我和我同学的对话之后 一定把这里的所有东西都清空了 但是他留了一封邮件没有删除 他是想我回复起来方便一些 真他妈贴心啊 我立即回信 我听到了 你是谁 等了片刻 对方回了过来 你是谁 这个房间的密封性非常好 你怎么叫外面都不可能听到 你如果不想在房间里被困死 就要说实话 我刚想回答 立即又有一封信发了过来 你时间不多了 我不能逗留太久 如果你有任何谎话 我立即会离开 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你在里面 我心中暗骂 心说怎么办 说谎 怎么说呀 他肯定知道我不是三叔了 如果我说我是三叔 他立马就走 但是我说我是谁呢 难道说实话 说我是无邪吗 那不是露馅了吗 虽然说现在露馅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这么一下就说实话 是不是太弱了 我想了想 立即回了一封邮件 我说出来 你也不知道我是谁 对方几乎立即就回了 你说出来 由我来判断 我靠 这家伙还挺强势的 我心说 刚想着如何回 对方立即又来了一封邮件 你还有最后一封邮件 我必须马上离开 不要浪费时间了 你是谁 我摸了摸脸 心里特别焦急 打了两个字 未必 马上又删掉了 我知道这种人特别决绝 但是即使我说了实话 他如何判断我说的是实话呢 其实他要判断的并不是 我说的是不是实话 因为只通过邮件 他完全不可能判断的出来 他只是想知道 我到底是哪一边的人 而无论我说的是否是实话 他听完之后 基本不会理会我 他还是会走的 最可怕的是 我从这个地方 所有的迹象都能看出 这是个非常谨慎 雷厉风行和自律的人 他说马上要离开 一定不是骗人的